近期在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的战绩尤为突出 俄方代表更公开表示 亚素海即将成为俄罗斯的内海 这对于乌克兰来说 无疑不是雪上加霜 那么亚素海究竟 为什么能成为俄乌的必争之地呢 对于乌克兰来说 领地的丢失一直都是他们的痛处 先是丢了克里米亚和顿涅茨克 后来又一重要领土 马里乌波尔丢失 再到最近的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 直接公开表示了想加入俄罗斯的意愿 并声称这是赫尔松州和当地人民的唯一出路和希望 而这些重要领土的丢失 也就意味着亚素海将彻底变成俄罗斯的内海 而且乌克兰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个内陆国 所有的出海口都将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中 为什么一个亚素海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首先我们要从亚素海的地理位置来看 它的北面是乌克兰 南面和东面是俄罗斯 西面是克里米亚半岛 是世界上最浅的海洋 平均深度仅仅只有8米左右 甚至在云陆地接近的海域深度 更是只有一米左右 亚素海长349公里左右 宽135公里左右 整体面积约为3.76万平方公里 虽然其面积在海洋里面并不算突出 但是亚素海却在历史、政治和经济上 都为俄罗斯成为大国 垫底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不管是对于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来说 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除此以外 由于亚素海有大量的淡水流入 除了淡来有大量的泥沙以外 也让海水的盐含量比较低 而且由于每年亚素海都会形成高度5米左右的海浪 通过这些剧烈的角度 就能够让海底的营养物质丰富起来 为鱼类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的生存环境 所以亚素海的渔业十分发达 盛产沙丁鱼 亚素海作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个陆间海 一直以来就被俄乌双方所重视 但如今亚素海成为了俄罗斯的囊中之物 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多大的损失呢 毫无疑问 亚素海成为俄罗斯的内海 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好处是无法估量的 而对于乌克兰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惊涂一身冷汗的噩梦 本身亚素海的渔业就非常发达 所以如果亚素海成为了俄罗斯的内海之后 乌克兰是根本没有权利能够再分得一杯羹 这对于乌克兰的渔业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重创 而且亚素海的海底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 虽然俄罗斯的资源储备已经非常庞大了 但是像石油和天然气这种稀有的资源 当然是越多越好 面对亚素海如此强劲的能源潜力 俄罗斯当然是如获至宝 反而是需要能源的乌克兰只能看着盘中的美餐 转手对驾 感怒不感言 而且亚素海拥有着连接黑海的自然水道 将亚素海的绝对掌控权拿到手 对于俄军来说 更是为了以后的黑海地区活动 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大后方 成为俄军打入黑海的一根钉子 能够充分保证俄军舰队的安全 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也会陷入一个瓶颈期 对于乌克兰来说 失去亚素海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便是他们的出海口都毫无用武之地了 毕竟乌克兰的马里乌 波尔港 可是国家极其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 乌克兰每年月80%的海运 都是需要通过亚素海运往世界各地 现在这条路被俄军所堵死 那么以后这些贸易都需要走先陆运 至欧洲在海运的方式 不仅时间消耗长 就连成本也会大幅度增长 极大的阻碍了乌克兰的经济发展 不管从哪个层面来看 失去亚素海对于乌克兰来说 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亚素海如今成为俄罗斯的内海 感觉已经是板上钉钉 但其实亚素海与俄罗斯之间 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史溯源极为深远 亚素海其实在俄罗斯的经济贸易中 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9世纪时 顿俄派罗斯托夫的河流 正是因为连接着俄罗斯内陆 且比较靠近亚素海 所以直接成为了当时 俄国南部最大的贸易枢纽 甚至在之后的俄国国内战争时 顿俄派罗斯托夫 也是作为最抢手的争夺地 而顿俄派罗斯托夫 到亚素海再到黑海和地中海 一直都是俄国的传统贸易路线 是俄国海上贸易的主力 但是关于亚素海的博弈 却从未停止过 从17世纪末的俄土战争 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亚素海的归属都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向 后来乌克兰又开始与俄罗斯 展开了围绕亚素海的切磋 并在2013年末 双方就亚素海和克赤海峡 达成了一个还算友好的合作 根据签署协议 亚素海和克赤海峡 都将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水域 双方的船只都能在海域上随意航行 而且俄乌双方需要在保护海洋环境 和维护海洋安全等领域 做到相互支持 可是在2014年 克里米亚半岛托乌入俄之后 这个和平的局面又开始有了波澜 俄乌双方也因此重新修订了海上边界 而在2018年 更是多次出现了乌克兰军方 扣押俄方船只和船员的军事行动 之后乌克兰更是宣布 将在亚素海沿岸城市 建造一座新的海军基地 这直接让俄乌双方的关系开始紧绷 更加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局势 2019年 乌克兰直接签署了 停止俄乌友好条约效力的法案 这一举更是将俄乌双方的博弈 推向了白热化 俄乌双方也利用各种措施 展现出了自己对得到亚素海的学心 然后时间再回到现在 俄罗斯成了胜利的一方 成功得到了亚素海 而乌克兰只能信心而退 默默接受着 自己快要成为内陆国的事实了 也不知道乌克兰如今 有没有后悔 打破与俄罗斯的友好协议